万里区双新里北28-1线到天祥宝塔道大苹果小的路段 在乡公所的时期有种植樱花树跟多种露树花卉 不过现在整体的花卉景观已经不统一 显得相当的凌乱 里长觉得相当的可惜 希望可以在这些道路旁补种花卉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特别邀请了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商讨种植花卉的事宜 万里区双新里天祥宝塔道大苹果小路段为北28-1线到 在乡公所时期这里有种植许多的露树与花卉 到现在都还可以见到路边几棵油存的饮花树 当地里长有感于花卉并不延续 因此也期盼可以在北28-1的线到大苹二平地区道路旁补种植露树与花卉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邀及警官处与公所以及里长县地会刊 商讨补种植花卉事宜 首先是我们这边里面跟我们建议 就是让我们的整个道路看起来比较活泼有生气 那原先这边也种有一些烟花 但这个有些都已经枯死了 那如果能够把它补足的话 那这样就会变得蛮漂亮的成为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北28-1线到3.5公里到7公里处就是大平二平地区附近 还有一个青山的观光步道 里长也希望观光的潜力可以延续在云游的花卉路树之间 在补种植樱花树与杜鹃 让走出青山步道的游客 还有樱花杜鹃大道可以欣赏 北28-1公路这边 那因为沿途有一些樱花 包括极野樱跟山樱花 还有还有一些杜鹃花 那里长建议说 希望把这条从3.5k到7k这条沿路 把它打造成有一个樱花的一个公路 所以今天特地邀请了公所跟农业局警官处过来沿商 希望把我们北28-1 3.5k到7k 这个路段把它打造成一个有樱花公路的一个 沿路都有很多樱花很多杜鹃的一个公路 那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包括登山的游客过来观赏 市议员张景豪表示 在万里大平区域有学校青山步道 还有相当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而沿路本来就有相公所拾起的花卉 在会刊之后也决议 要将山樱花与集野因交错补植 借此拉长花期 另外也将与近期先行种植杜鹃花 借此提升观光的潜力 也提升居民居家的环境品质 季节拉平函万里采访报道